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讨论了很多资料都不知道他指的是哪一件事情 有人说是我家乡之前Pukananas有一个很轰动 围警察局打老师然后几百几千人去围警察局的事情 但那个事情根本跟电影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也没有像电影闹得这么大有闹出人命什么 当然电影是虚假的 但是黄明志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据我所知Pukananas的那件事跟这个根本是一点联系都没有 所以他说的是真实事件哪一件事 老实说我不知道也找不到 而且这部电影我也没有看 如果以后看了或有进一步的资料 我会跟大家分享 好 我们喝了干了这杯酒吧 大家 我的经典台词 不管你喝的是什么 啤酒也好 洋酒也好 威士忌也好 Brandy也好 咖啡也好 茶也好 真的有很多独有是晚上喝咖啡喝茶的 我不能因为我有失眠问题 我一喝我就一整晚都不能睡觉 或者是摆开睡 谢谢你们的支持 现在1600位独有在线 大家陪我干了这一杯 谢谢你们 很多独有 包括现在我帮忙卖拉木 好多独有打电话来 很多大哥大姐说 红律师是你吗 我是你的铁粉 我一直看你的直播 只是我没有去留言 因为我不是很会用电话 甚至有些连WhatsApp都没有 所以他们直接打电话给我 真的很感动 我一直都说 这些事我不管多忙 都会继续走下去 继续做直播 继续写文章 一个礼拜要写四篇文章 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我甚至有最高纪录 一个礼拜写八篇过 因为我四个固定的专栏 然后有特稿 有腰稿 一个礼拜最高纪录要写八篇 不是简单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坚持下去 因为独有我们的支持 我真的很感动 铭记于心 像MGJ MGJ是四藏人士 他21岁我还记得MGJ有说 他是因为脑膜炎而失明 像有一位独友 他也是失明的大哥 像Miss Chin Miss Chin不懂有在看我的直播吗 MGJ肯定有在看 还有一位中大哥 也是失明的人士 所以很多独有 所以失明其实是很正常 很普遍的事情 跟失聪 我有好几个朋友也是失聪 所以大家要顾好自己的身体 这点是很重要的 我才发现真的有这么多人支持我 像Miss Chin 像Mr.Tung Tung大哥 还有MG姐 谢谢你们 Tung大哥他要买纳木 他还特地打给我 他说 洪律师我进钱给你了 但是我截图不到给你 因为我眼睛看不到 所以我只能跟你说 我进钱了 我要怎么给你查证 我马上跟他说 大哥不用查证 你说你有劲 就是百分百有劲 还要查证什么 你直接把你的地址 电话号码跟名字 发给我就可以了 所以很感动 真的 像我卖银图面 今天我去槟城送银图面 也是一位铁粉 所以都是我继续走下去的东西 谢谢大家 真的是感动 无以名状的感动 所以干了这一杯 谢谢你们 黄明志说没有闹出了命 这个部分是他加上去的 我知道他肯定有夸大虚构的成分 电影才有可暴之处 但是Pakarnas的那件事 那件事我知道得很清楚 因为是在我家乡发生的 虽然当时我不在Pakarnas 但是我很多朋友 跟黄明志的那个事情 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没有闹到那么大 其实他闹到大不是在学校之内 是在警察局 因为那个打老师的人是华人 被打的老师是马来人 然后据说有势力警察保护他 所以这些愤怒的马来村民 就包围警察局 说你不要保护他 弄到警察车 要漏夜把他送去奔身的警察总部 然后警察车还被围着 被推被摇 所以真正闹大 又有一位独有打来 真正闹大是在校园之外 而不是校园之内 在校园内其实据我所知 并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 只是一些热心的老师 打了学生 然后学生的爸爸不服气 然后脾气暴躁 就去学校把老师打了 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很常有 只是因为在马来西亚这个特殊的国家 一个小事 不同的种族 就会演变成种族暴动 像足球场打篮球 或者是踢足球 有打架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打的是 一边是华人 一边是马来人 或者是一边是马来人 一边是印度人 或者是一边华人 一边印度人 小事就会变成大事 大家就会用不一样的眼光去看 所以这是马来西亚悲哀的地方 我一直跟大家说 要摆脱种族的智库 种族的枷锁 我们自己本身先要不种族 跟大家留言 讨论一下 我们喝一口酒 不是喝一口酒 先倒酒 刚才喝了 倒酒 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讲题 好多独友打来 应该都是看直播 已经有五通电话打来了 已经有五通电话打来了 等一下 六通电话打来了 大家可以看我没有讲电话的 等一下才回复 不好意思 再看着独友的大哥 Morinka 等一下我们进入第二个问答环节 再介绍 大家要买的独友 可以联络这个号码 但不要现在打了 因为手机就在旁边 我也不能接 Fizzi Fizzi是Bakarnas人 他说和Bakarnas人不一样 对 完全不一样 黄明志的那个事件 所以我老实讲 我不知道 Johor 他指的是哪一件事 我还花了两天的时间 特地去找 但是我找不到 黄明志也说 这个事情被媒体 被校方 被警方掩盖 但是我特地去search了 我对我的搜寻能力 其实是蛮有信心的 还是一点资料都找不到 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也还没有看这部电影 所以没什么好分享 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我们现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